詞曲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访时心灵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今天来一定要含着一个非常孝顺的动机 希望往生的父母祖先能够离苦得乐 来自现世者消灾严寿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子女最爱的人 没有痛苦只有快乐 那佛陀跟我们讲了 念下来 众生平等 众生都是过去父母 众生都是未来佛 众生都是佛陀的独生子 那佛教最重要的是绝对平等 对一只大象跟对一只蚂蚁 对一个老人跟对一个小孩 对一个亲人跟对一个伤害你的人 你对他的心态没有分别 这就是佛教的教育的重点 绝对平等 也因为绝对平等 更重要了 念一下 众生就是我 我就是众生 那以对待自己的方法去对待所有众生 所以就希望所有的生命 不分人 非人 蟑螂 蚂蚁 猪 鱼 都不要痛苦快乐 而且他们都可以成佛 所以我们现在念 这六个字 就是希望 念下来 天道众生成佛 人道众生 离苦成佛 阿修罗道 离苦成佛 地狱道 离苦成佛 恶鬼道 离苦成佛 畜生道 离苦成佛 所以我们念这个 就像一个男人跪在地上 跟一个他爱的女人说 我爱你啦 各位敢不敢啊 你要跟所有众生说 我爱你啦 所以 不要再吃他的肉了 我爱你啦 猪肉好吃 龙虾好吃 那你骗人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舌头有魔鬼啊 什么叫魔鬼 贪欲的魔啊 所以修行佛法最重要的是 不能自私 不能自私 所以念下来 爱心是世界宗教 不管你信哪一个宗教 我想没有爱心 然后呢 就不符合宗教的基本 我们从宗教里面找到自己 什么叫自己 就像你抱着你儿子 或是妈妈抱着我们 那是我们本来的面目 我们跟所有生命啊 都像母子关心一样 平等 如果我们去伤害对方 而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满足自己的称恨 鱼吃 那我们就失去了 我们的人性 所以我想我们 为什么要提倡放生 那放生的时候 各位等一下你去救这些鱼啊 你会觉得 哇 好快乐啊 很平静的快乐啊 然后你就会对这些鱼呢 有一点悲心 然后呢 慢慢你就不会吃鱼了 所以等一下会吃鱼的 多放两只啊 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培养对它的爱 它也有 它也有感觉 它想要离开痛苦 它们也会互相保护 这些鱼你放到海里面 它们不会马上走 它们会等所有的鱼都到了 好像它们会算 今天有两千只 它们要两千只都要到 里面好像有鱼的头目一样 今天有三千只 它会等三千只通通到了 它们才游走 它不会说 我们先走了 再见 它们不会自私的 为什么鱼有这种能力呢 因为它们有一种 互相关怀 互相依赖的能力 只是我们人跟鱼不一样 人可以超越外表 人也会爱鱼 就像一只蛇看到老鼠就要杀 但是如果一只学佛的蛇 它看到老鼠就不想杀 它想要把它保护起来 所以现在看网络 有些猫在带小鸡 对不对 有些老虎在带小猫 这是代表它的生命进步了 这些动物虽然是猛兽 但是它的心态慢慢也在进步了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大家 从事于修行 佛教也好 我们这次法会是由 佛教生命协会 还有我们三代祖师 国际联谊会 共同来举办 所以我看前面有很多 我们来的贵宾 是我们从福建或其他地方 来的三代祖师国际联谊会 然后站起来给我们鼓掌一下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阿弥陀佛 请坐 好 谢谢 后面也全部站起来 他们是想要站起来看前面 所以简单的说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所以部分你哪里来的人 反正通通都是人 所以有钱没钱 白色黑色通通通都是人 人也好 动物也好 猫也搞 狗也好 它就是不要痛苦 如果现在我们在救命 然后一个人拿着吊杆 在那边吊吊吊 我们就觉得说 那个人怎么那么残忍 为什么 因为那些鱼上钩的时候很痛 很痛 对不对 然后把你吊起来 换一个立场 如果我们被这样拉拉拉拉拉拉 这样 把你吊起来 突然吊不起来 牙齿把你拖下来 然后更残忍 所以我想我们念 欧玛丽变弥喉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找到我们的母亲的本性 找到了我们对待众生平等的爱 念一下 来 找到自己 最重要的 从爱 从慈悲里面 找到自己 就像一个女人 抱起她的儿子的时候 她内心很平静 因为她找到自己了 我以前小时候 读小学 哇 大太阳 操场很多人排队 这边晒太阳 等校长讲话 我都很平静 为什么我在观想汽水 这就是我今天 为什么会 所以我不太热了 因为哇 汽水 哇 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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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凉最重要 对不对 万法都是一个心的感受 你跟一个很爱的人 躲在树下聊天 很快乐 为什么 爱他 对不对 脚很酸 OK 因为你心快乐 所以我想各位 这就是佛法的重点 佛法重点是在你内心里面完成的 不要 如果有人说你好残忍 哎呀 你很想跳河 我怎么变成一个残忍的人呢 你这个人很有爱心 太快乐 太快乐 今天我们负责扫厕所 然后有人出来 谢谢你扫这么干净 让我上厕所很方便 哎呀 这个扫厕所 我比董事长还快乐 因为我扫厕所 我让别人上厕所很方便 今天你是董事长 你很现实 很好色 这个董事长很丢脸 这我想我们的思想行为 构建了我们的人格的高尚 我想任何宗教 他就是希望由人而提升人的品质 特别是佛教 佛教是人自旁 由人 福就是没有缺点的人 没有烦恼的人 没有分别的人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对子女 对父亲的爱情感情 化为对所有众生平等的关怀 所以希望今天大家 有姻缘来参加救护生命 发个愿 念一下 来 从今天 来自未来 保护所有生命 不伤害任何生命 好不好 好 所以你明天晚上要吃饭的时候 有一块肉来 你就好好开会 怎么办 这叫修行 有一块肉在那边 怎么办 这叫修行 你要改变你的心 就像一个董事长 最近有个美女一直勾引她 然后衣服穿得很少 她就要开始修了 怎么办 然后你就OK了 所以为什么要 阿弥陀佛 拉回你自己的慈悲心 清净 不行 她是别人的老婆 不行 我不能对不起我太太 阿弥陀佛 你知道吗 阿弥陀佛 就是让所有众生 发起本来的一个圆满的心 叫菩提心 什么叫菩提心呢 来 念一下 众生都是我母亲 我要让众生离苦 为了如此 所以我要成为佛陀 什么叫佛陀 就是三代祖师 就是观音菩萨 就是有能力 服务所有生命的人 叫佛陀 一个觉悟者 觉悟到众生都是母亲 众生都叫快乐 我们要帮助众生 那才是生命的意义 为了如此精进的努力修行 克制自己的欲望 生气 培养自己的悲心忍耐 去服务所有众生 而不是说 努力是为了个人的自私的欲望的满足 我想死亡是必然的 我们在这个社会 能够留下什么样的善业 今天我死了 那间老人院是我盖的 我死得很快乐 那叫生田 因为你虽然肉体死了 但是你的生命还在 他们还在帮着老人 还在帮着老人 所以各位今天我们晃了 好几千只的鱼 哪一天你生病了 躺在那边 你会想 那些鱼现在好快乐 突然你病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当你有这个慈悲心 再加上做这个功德 它就会转换 心态改变了 行为就改变了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念 当然有人会跟我说 师父你跟鱼念 他听得到吗 念一下法力无边 你老公很喜欢打麻将 你给他讲他还骂你 你要趁他睡觉的时候 然后明天早上睡醒 老婆我明天带你去放生 干嘛 变了 你还知道说太好了 所以修行人不吵架 修行人不跟人家吵架 因为吵架没用 不跟他的分别讲话 要跟他的佛讲话 他的佛就是什么 所以叫心咒 为什么念咒 念阿弥陀佛是 来念一下 众生皆有佛性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 他的佛性就吹吹吹起来了 所以各位 鱼有没有佛性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 他就慢慢找出他的佛性了 所以我想众生都是父母 众生都可以成佛 不要伤害众生 还要爱护所有生命 好不好 这个世界就靠我们这一批生命勇士了 世界有七十亿个人 但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了解的 没有几个人 能够听到真理的人不多 所以有机会 大家一定要多听听佛法 念一下行为反作用力 行为影响力 你过去的每一个行为 都会造成你生生世世的影响 我保证一件事情 至少保证 各位以后无量式的轮回 可以投胎在这个地方 掉到海里面 绝对不会淹死 为什么 你在这边放过身 就是这样简单 所以你这边怎么跳 给你压你也不会死 因为这边是你放生救命的地方 所以你的命会救 知道解吗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 那边曾经过去世 杀过人 伤害过人 你车子开过那边 就叫车祸 为什么 因缘会议 时间到了 然后你就会碰到这个事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不要在任何一个地方 不要在任何一个人面前 种下二元 包括一只蚂蚁 你跟一只蚂蚁结下二元 那佛经说 今天你拿一个糖果 喂一只蚂蚁 生生世世 这只蚂蚁对你感恩 每一年那个时间 那个秒 它就在那边等 因为有蚂蚁 有东西给我吃 蚂蚁的记忆力 它没有眼睛 但它的记忆力 还永远会来这边 所以为什么 人人的命运不一样 每个人所做的思想行为 会影响他生生世世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还是念一下 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一定报应 所以这些鱼 我们今天跟它结善缘 各位下回你要去往生了 你会看到旁边有一群鱼 游过来 带着莲花 把你带去极乐世界 你说 啊 原来我放生了 结果你要去极乐世界 突然跑一只猪 不行 啊 因为你吃的猪肉 我跟你讲 这百分之一百 我不让你去 干嘛你把我吃掉 然后他就把你拉下来 你让我被吃 现在让你被吃 杀一只猪要五百次做猪被杀 吃猪肉的人要被肉被吃 行为反作用力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生命是公平的 推关你的宗教 是你的思想行为 影响你的 你这辈子做老板赚很多钱 因为你过去是在最极难的时候 帮助过很穷的人 或是孝顺父母 所以你有那个福报 今天你会做官 做领导 因为你 你帮助那些人家不帮助的人 或是你去盖佛塔盖佛式 被尊敬的像 所产生的被尊敬的行为 反作用力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各位等一下去放生的时候 后啊 然后你就要很慈悲 当鱼经过你的时候 教育上 妈 因为我爱你 然后呢 我希望你成佛 所以你嘴巴那个 然后你给它放到大海 大海是他们的极乐世界 当你把它放去大海 然后走回来 诶 我要痛怎么好了 放生可以改变命运 可以消灾 但是我们不要自私为自己 愿我们今天的救命放生 愿生病的人都好起来 愿地狱到的众生得到超度 所以佛经说 一个人死了 你帮他救七只要被杀的生命 哪怕是小蚂蚁 这个人就会脱离地狱 脱离地狱升天 各位永远记起来 千万不要杀生 还要至少为往生者放七只 任何生命 好不好 那你有多少祖先 所以你要算一算 一个人这辈子造了很多恶业 然后你觉得现在得癌症 好像很倒霉 那如果你也有生起惭愧心 你听说的因果观念 你有惭愧心 那佛经说 念下来 放十八只生命 则业障消除 那你这辈子的杀生的业障就消除了 但是你不能说 哦 消除了 所以我明天继续杀鱼 那不行 惭愧心必须以断饿做基本 就是说 我知道我过去杀了很多活的生命 吃了很多活海鲜 所以我现在生病了 得癌症了 老婆离婚了 儿子如何了 所以我知道我错了 所以我忏悔不再做了 然后我就救十八只生命 回向给他 然后这个业障就停止了 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好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念 欧玛尼伯明后 然后大家 你念欧玛尼伯明后 马上你就变成 变成什么 来 观世音菩萨 慈悲的化身 所以 相由心生 如果你有一个慈悲心 愿意六道众生 都脱离轮回成佛 那你的身口意 等一下那些鱼看到你 海神看到你 孤魂野鬼看到你 都会合掌 因为你有慈悲心 相就会改变 变成观世音菩萨 那我们念 欧玛尼伯明后 或是观音菩萨 就是希望 这一只鱼也好 这个海神也好 然后这边在海中 溺死的众生 也升起慈悲心 所以他的外表 也变成观世音菩萨 然后他变成观世音菩萨 他就马上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在念阿弥陀佛 念欧玛尼伯明后 可以帮助很多有行众生超度 然后在这一刻 各位听我这样讲以后 那我十分钟 念欧玛尼伯明后 然后你身上被你吃掉的鸡鸭鱼 马上再见 谢谢欧玛尼伯明后 去极乐世界 然后你身体就健康了 所以放生可以消重业 放生可以改变命运 放生可以培养慈悲 放生就是了解 众生就是佛 放生可以超度父母 放生将来可以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 今天参加放生 如果你平常没有吃素 至少今天吃一天的栽 吃一天的素 好不好 为什么 我已经说了 哪怕一天吃一天的素 生生世世 不会投胎在有战争的地方 你不会像在叙利亚一样 像现在在非洲正在战争 很痛苦 饥饿战争的状态 哪怕一天 那我们能够更多天 当然更好 好 所以我们现在念六四大名咒 太阳大不大 念一下 那么不动如来 念不动如来 阳光的变佛光 越晒越漂亮 要不要发财 看到太阳要拍手时下 这样钱会掉下来 因为这是缅甸佛教 太阳公是很大的护法 没有太阳我看全部死光光 没有人可以种田 所以要感谢太阳公 我们叫日公天子大护法 今天到海边还要感谢一位 来一心鼎礼 真舞玄天大地 万寿圣诞 玄天上帝 我们中国人武当山 真舞玄天上帝 然后过去是杀猪的 后来 早上杀了两只猪以后 结果中午睡觉的时候 梦到 原来他早上杀死了两只猪 是他死掉的 杀猪的爸爸妈妈 现在因为过去杀猪 现在投胎做猪 居然给自己的儿子杀 哎呀 他哭啊 他哭啊 因为他每天拜观音菩萨 才有这个价值 后来他就拿着杀猪的刀 跑到我们张州 应该是张州的河边 然后泼妇自杀 因为他居然杀死自己的父母 结果他的肠子跟他的胃 流到河里面 变一只大乌龟啊 大蛇啊 在地方作怪 然后他快半死半死的时候 那个太上老君 把他带到太阳宫 太阳宫 就是太阳柱的地方 去修行 然后修行了四十几年 终于断除男女欲望 成道就是这个意思了 但是另外一个讲法 在武当山 他是一位王子 然后舍弃了世间的王位来出家 包括他的父母 妈妈来找他 他都放下 因为他这样 舍弃世间的欲望 荣华富贵 修道成功 所以可以帮助这个世间 事实上 蛇代表什么 蛇就代表人类的称慧心 他要踏在手上 乌龟代表人类的贪欲 所以他永远用智慧见 玄天上帝拿一个贪 既是智慧的贪 才可以降服贪心 嗔恨心 而成道 这像释迦牟尼佛的故事一样 所以 那我们把玄天上帝也叫水天菩萨 因为他在管水族类众生 如果这个地方上有水族作怪 然后就会请玄天上帝出来降魔 所以台湾人 还有很多福建地方 江西很多人拜真武大帝 那真武大帝 这是中国的护法 也是佛教的大护法 所以我们今天 很重要的日子 所以念一下 看到太阳 念不动如来 阳光变佛光 看到大海 念什么 宝寄如来 宝寄如来 所有水族类放下去 安享天年 旁边有护法神 死掉了海鲜水族 过去吃掉了 就升天了 所以念一下 那么 宝寄如来 那么 不动如来 请问看到人 念什么 阿弥陀佛 希望你去极乐世界 希望你变成阿弥陀佛 所以佛教的用各种的方法 希望 转变念头 今天有人拿刀子要杀你 师父说 看到人要你 阿弥陀佛 他就不杀你了 因为你生起一个悲心 然后呢 就转化 所以把不好的 转化为好的 把水 转化成超度余累的 把阳光 转化成财 消业障的 把风转成观世音菩萨 把众生转成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佛教一见面就是 阿弥陀佛 这样 所以各位看到别人做坏事 你要阿弥陀佛 他就不好意思做下去了 那你要转化他的念头 而不是说 你干嘛做坏事 你骂他 你骂他更坏 我跟你讲 骂不会成就了 释迦牟尼佛不会骂我们 释迦牟尼佛说 你可以成佛啊 你可以成佛啊 不要忘了 那对方就会按照佛法来修行 所以我们现在 来大家开始走过去 这边先 然后再换这边 换这边 大家念六字大名咒 有旗子的灰灰旗子 好不好啊 有金凡的转金凡 所有众生六道父母祖先 我前面有念一下 堕胎胎儿 死亡儿童 离苦升天 同享功德 往生净土 那我们这两天有法会 如果你有堕胎胎儿流产或 爸爸妈妈 赶快帮他写牌位 这几天的法会把它超度了 好不好啊 好 高不高兴 唉 比得到一亿美金还快乐啊 念一下 慈悲最快乐 所以每天都有人跟我说 海盗法师啊你好辛苦 我说你才辛苦啦 每天守着你老公老婆赚钱 你才辛苦 我们天天这么快乐 怎么会辛苦呢 所以各位来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赶快回来吧 还没结婚呢 不要结婚啦 离婚没关系啦 回到寺庙来啊 寺庙没人住啊 所以到那边快不快乐 快乐啊 你住在寺庙还会烦恼 那是自找烦恼 因为没有烦恼找你啊 没有什么钱啊 爱情啊儿女啊 你要烦恼是你自找烦恼 那没办法啦 那是在家里 你有无量无边的烦恼啊 没办法啊 一下儿子一下爸爸 对不对 一下东一下西 家叫逼迫啊 烦恼 所以呢 那各位呢 改变自己的观念 生命就会快乐 好 发本子 请翻到六十四页 大家升起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所谓功德不在于你念什么仪轨啊 做什么 所谓功德是来自一个正确的心态 因为你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哎呦我这个身体过去杀生吃肉 造了很多恶业 那我这个身体要偿还给众生 第二个 那我这个身体我要学佛陀慈悲啊 释迦摩尼佛用他的身体 布施给无量无边的众生 跟他们结缘 所以我也要学习佛陀慈悲 不过我们不敢用真的肉给众生啊 那至少我们观想 对不对 用这个面包 替代我们真正的生命 学取佛陀的慈悲 所以一方面消业这样 二方面学慈悲 然后我在前面也做了一个烟供 请看前面 这一杯是什么 黄金粉 把黄金做烟供 哇这下他们发了 缺钱的举手 我第一个 我最缺了 只要有一只牛被杀 我要缺啊 所以我要布施黄金 黄金 药师经说布施 布施这些 孤魂野鬼要不要黄金啊 他最需要了 所以他叫贪鬼啊 他要黄金 他要好吃的 他要药 所以我们给他做了甘露 做了药 做了黄金 这样做一个烟供 美不美 好美啊 慈悲美啊 如果你不懂了慈悲 你会觉得 哎呀这么熏 赶快拿走 那就插在这边了 各位今天在海滩晒太阳 快不快乐 好爽 佛广普照 哎呦 好爽 啊 脚踏着海水 头顶着阳光 哦 身体接触的陆地 这个叫什么 来 水入空 超度大法会 这才是超度啦 慈悲心啦 啊 所以我想各位要 时时刻刻 保持如此 好不好啊 下回我来海滩 看到有一个人 在那边灰啊 一直丢 慈悲啊 那个不是神经病啊 一个人在海滩 要么就自杀 要么就神经病啊 不是了 我们是菩萨 享受孤独啊 所以哪一天 你看到有一个人 老老的在海滩 那边灰灰灰灰 你也不要叫 那个叫海滔老和尚 老了嘛 他就在海滩 这样 死之前也要在那边 做点功德啊 做点烟供啊 放两只鱼啊 我都准备好了 我老了快死了 我就跑到一个海边 信徒说 师父我去见你 好 带两只鱼来 不是我要吃 拖一头牛 我要救 我死也要救啊 我点个烟供啊 你帮我挥一挥旗子 我就超度了 所以我想 生命是假的 佛法是真的 是永恒的真理 我们要让它永恒存在 好不好 所以佛陀说 念一下 放生为常住之法 放生是永恒的 放生在则佛法在 放生不在则佛法不在